国际最新消息是 距离上次的空飘垃圾气球到南韩 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北韩再度发动了空投战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南韩的军方表示 北韩疑似再度空飘了垃圾气球到南韩 由于当地目前吹的是西南风 这些气球就从京畿道的北部 向东部来飘移 南韩的军方也再度呼吁大众要提高警觉 小心上方的坠落物 一旦发现可疑的物品 要立刻的通报警察 而最新一波的通投战 应该是针对南韩脱北团体的空飘传单 这也是北韩不到一周 再度空飘垃圾气球 使得两韩的紧张关系持续下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